阳台透出橘红色火光 只见熊熊烈火在屋内狂烧 大量浓烟不断飘出窗外 周边道路全是被震破的玻璃碎片 空气中还弥漫浓厚的瓦斯味 大批紧销干敌现场 紧急拉起黄色封锁线 杀水灌灸 等待火势稍稍熄灭后 消防队员赶紧进入屋内救出伤患 催而男子意识清楚 现场紧急爆炸伤口 随即送往医院治疗 6号凌晨新北树林大庆街 一栋民宅突然发生气爆 引发火灾 附近住户从睡梦中惊醒 吓到赶紧逃出屋外 检方初不了解 原来乘租该房屋的罗姓男子 不满房东要涨一千元的房租 三度恐吓房东 远景获报后将他强制送医 结果罗姓男子偷溜回家 在五楼租屋处直接引爆瓦斯桶 窗子都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就要开启吧 只要一直轰轰轰轰轰轰轰 说你如果要去火火闭搜赤 罗兰意识清楚 陈山渡烧烫伤 受伤部位主要集中在下半身 恐怖族客引爆瓦斯 燃烧面积约20平方公尺 详细事发原因 警方还要进一步厘清 全野疫公共危险及毁损罪 将罗姓男子移送送办 借邀文成观宇新北报道 我是方燕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尽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燕迪 请您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